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截至目前 文化和旅游部已经认定了 5批共3068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而就在近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认定与管理办法开始施行 原文化部发布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暂行办法同时废纸 管理办法的出台 有着怎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今后的非遗工作 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呢 记者就此采访了文化和旅游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相关负责人 在完善认定条件和程序上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认定与管理办法 在原有基础上细化了认定条件 明确认定工作开展周期 为每五年认定一批 增加材料复合 根据需要安排现场答辩 公众意义等环节 我们在这次办法当中 我们就是明确的五年 作为一个认定的一个周期 在这个评审的过程当中 可能申报的人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场答辩 是根据这个需要 我们可能在这个审核材料的时候 包括在专家评审的时候 如果出现有一些这种 不一致的这个情况 我们可能会安排传承人到现场来 就他的这样一种掌握的这种 一些情况进行这个陈述 在强化约束方面 管理办法强调要创新管理方式 鼓励 支持和促进传承人 更好的开展传承活动 建立评估机制 将评估结果和传承人资格 和传席补助挂钩 这个评估应该说是 我们新进增加的一个内容 去年我们在五个省 进行了这个试点 它对每一个项目 它们都有自己的这个 评估的标准 有的有实地的考察 有的有传家答辩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但是它还得有一个评估的结果 在飞衣传承人的动态管理方面 管理办法完善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的退出机制 明确了取消资格的具体情形 比如第一项上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 这个确实我们也在这个具体的工作当中 也有一些发现 所以这条是非常明确的 另外这个弄虚作假也都很明确 如果累计两次评估不合格 应该说是他们这种国家级的 非裔代表传承的资格 应该是不具备这个资格的 非裔传承迎来新规 管理办法的出台显示出 我国非裔事业发展的管理方式 日益走向成熟和完善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记者镜头 一起走进贵州省雷山县 远近闻名的银匠村去看一看 这里的村民世代以银市加工为生 然而由于地处深山 受交通市场等因素影响 银匠们的生计难以维持 纷纷外出务工 近年来当地采取公司加合作社 加贫困户的模式 走出了一条非裔致富的新路子 一清早 潘元定像往常一样 在村里的银市加工坊做银市 西江镇党委委员李杰 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潘元定一家被县里 授予艰苦奋斗脱贫家庭 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生活条件有这么好 这些都缺靠我在学这个银市之后 才能拿到这些荣誉证书 还有能改善一下我的生活条件 一张薄薄的证书 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生活的改变 自从两年前回到家乡学做银市 年仅二十岁的潘元定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不仅为家里添置了家具家电 还渐渐有了一些积蓄 潘元定的回乡创业 源于近两年麻料村银市加工产业的复兴 2016年5月 在原文化部的支持和指导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与原贵州省文化厅合作共建 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 目的是让传承人群强基础 拓眼界 增学养 使他们能够学艺谋生 传艺致富 潘元定的师傅潘士学参加了培训 通过一个月的培训学习 潘士学开阔了眼界 转变了观念 他决心回村手艺 抱团发展 就是外界的人也听到是银区村嘛 也带了很多人来我们这边 一个银区都没有 就让一些顾客高兴而来 都是失望而归的 这种心情我说这种不行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银区村的这个氛围 要打造起来 在政府的支持下 潘士学和村民们商量将村里废弃的小学 改造成银市加工示范基地 和银匣文化展示馆 全村筹集资金100万元注册了银市公司 同时还申请了58万元的扶贫资金 2016年5月 联合成立百将银器合作社 银匣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银匠协会等 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贫困户的经营模式 吸引在外经营的银匠 回到村里抱团创业 正是在这样的感召下 在外打工的潘元定 下决心回乡拜师学艺 我不是怕他学会我的技术 我就怕他学不会我的技术 他学会我的技术之后 我接到的单子 然后直接拿给他去处理 然后一百个放心 自从麻料村恢复了 叮叮当当的打银声 这个曾经一度空心的银匠村 也恢复了活力 2018年4月 麻料村已经正式开始 接待游客入村体验 田园生活和打银记忆 试院营的收益 已经让更多的村民看到了希望 今天卖了两个手桌 一千七百块钱左右 每个游客过来这边 他们都说我们在这里面 怎么怎么 像这些卫生啊 什么什么都好啊 还有我们做的这些银饰啊 也是比较认同嘛 我在直播室 大家看我所做的这些 飞银传行人士 我现在做的这一块是 蝴蝶教堆 不仅如此 潘氏学的订单 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线上 回乡之后 村庄的美丽景色 寨子里浓郁的苗族风情 银饰锻造的记忆和文化 都成为了它的素材 这就是从新媒体进来的 那个客户 刚才在聊天的这一回 都是进了这些评论 还有粉丝 从过去走南闯北的手艺人 到现在在家 就可以接订单的网红 潘氏学传播 展示银饰制作记忆的同时 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包括是线上线下 大概就是二十来万 潘氏学估算 自从回乡创业 与他之前在外打工相比 收入翻了一倍 自从回乡 跟随师傅学习银饰加工 潘元定一年 能赚到四万多元 与在外打工相比 收入也翻了翻 如今 在政府的补贴 和师傅的带动下 潘元定自己的工作坊 也即将成立 他期望也能像祖辈一样 用一把小铁锤 敲出梦想的未来 整版社我弄的一些成品 还有一些产生的作品 还有我爷爷老一辈 他们弄的那些银饰品 给客人他们采观一下 以前的工艺 跟我们现在的工艺 有多大的区别 疫情防控期间 潘氏学的线下订单 受到影响大幅度下降 不过 他的线上订单 却在持续增长 闲口是在网上的订单 因为是 刚好就是这个疫情 流量不大嘛 所以出去的货也挺乐观的 年后到现在 全收入大概 四五块左右吧 闲暇时间 他还把很多原有的产品 回炉重新升级 并制作了武汉加油的吊坠 表达美好的祝愿 学艺谋生 传艺致富 随着村民经济收入 大幅增加 现如今 空心村也变成了人气村 这些非遗传承人们 用手中叮叮当当的小银锤 为自己敲出了一条 苗香脱贫致富的幸福路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 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赢取演出门票 或者是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 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你喜爱的 艺术家面对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